随球赛场,能将是一个特殊的位置,和其他位置相比,在成为主力的位置上,需要更耐心的等待,也需要更多的运气兼顾。 两天前刚刚遇过26次生命的高德海,也许没有想到,自己在国安的首秀,会来得如此早。 2019赛季中超首龙,有新中和国安课程和武汉主来的比赛,苏德海一首发身份出场,完成了自己在国安的首秀。 苏德海是国安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会后第28个名将,在他之前,25年中,只有10个人获得了出场的机会,最后17人没有留下原创出场纪录就离开了。 苏德海成为了李长江,姚剑,怡斌,游戏尔,杨世卓,杨智,杨军,何芬,张福恒,郭全博之后,国安队史并是一个在联赛出场的门将。 苏德海和杨军是11年中首秀运营最大的,都是26岁,1994年贾欧元年,李长江成为国安队史第一个门将,首秀时25岁。 上赛季郭玄博在同长春郑派在首席时不大21岁,但他还不是国安历史登场时年龄最小的门将。 1999赛季,国安的主力门将牙剑小腿骨折色季败销,暗号门将刘欣伟红牌平赛。 在主场同广州松日的比赛中,当时还不满19岁的小将杨士卓宁温盛应首发出场。 在国安这11名在联赛中出过场的门将中,有六人首信林峰,李长江,杨士卓,杨军,张福恒,郭全博和邹德海。 早在2017年,杨德海就和国安传出飞言,彼时人治状态下滑严重。 不就成功率,到中超主力能象征倒数。 选定新的接班人,已经迫在眉睫。 但2018赛季,施密特神王之笔,让郭全博横空出世。 但对军赛季深深运出一个国门,国安门前信负改朝晃代。 2019年初,杨德海还是拿到了国安。 此时,这笔转会让外界充满了疑问。 正值班大知名的邹德海买来只是为了给年轻的郭全博做替补。 国安方向作战,需要更充实的反邓旗。 但已经有了何森和杨志。 更年轻的序列也正在补充。 人们不经有邹德海的前途当因。 加盟国安之前邹德海有20场中超和52场中假比赛经验。 是具备一定能力的极阵力。 可在他之前,曾用的极阵力白小柳、石孝天和池仁, 一都在做穿板凳,也能获得出场机会。 加盟国安时。 27岁的白小柳,有30场中超23场中假经验。 25岁的石孝天,有24场中超16场中假比赛经验。 20人力经验更丰富。 有18场中超630场中假。 人赛通界板线男孩日选过国家队,加盟国安后。 邹德海选择了14号球衣。 这是他生涯此前从未穿过的球衣。 也是国安地史上第一次在这个号出现门战球员。 因为很多球员认为十次不吉利。 在过去25个赛季中, 国安有很多对赛季这个号码的球衣都空缺。 就像球衣之前的六个主人中。 前两人真人和薛生薛克对腿。 进入中超后的前两个穿14号的李洪哲和郎栋, 从未获得过出场机会。 随后杨毅和敬鹏翔,也都在这个号码上。 翻译球员的百般朝走。 为于郭全国今年要长期跟随国四号球队集训。 邹德海逮动作被他领进。 在穿上14号球衣后, 邹德海却感受了好记忆。 继续门将核酸三日重生将长期去证。 因此前两人跟权博要去参加集训。 邹德海在新作季基务战, 就迎来了自己的国威生亚首秀。 和武汉主奥的比赛。 国安机的扑龙天门。 下半场凭借二股斯托的直接任务球, 才打破僵局。 国安的球门, 却多次受到升班马武汉主奥的考验。 像雨昕比赛更是增加了铺借的困难。 但邹德海高阶抵挡。 多次化险人移。 全场做出七次铺借。 必把球门不失。 帮助国安拿大开门红。 七次铺借也是这日晚射先进行的几场比赛中。 铺借次数最多的门将。 赛后, 招联网站。 Restate给邹德海打出8.4的高峰。 是仅次赢进球攻城奥古斯托的全队第二高峰。 门将需要先运气。 邹德海将门国安后运气还不错。 至少他已经不会是又一个十人一了。 邹德海首次表现的出彩。 也让国内三线作战。 不用令门将位置帮央。 未来门前的双保险。 由新竞争有有力于球人的成长和提高。 机率和挑战并存。 邹德海已经最好了准备。